第17题 最后俊德将甲氏管和乙氏管内的容易完全混合 并测量混合后温度T 则有关于混合后温度T 下列叙述哪一项正确 我们看到甲叫做盐酸 物呢叫做氢氧化钠 甲物混合叫做酸碱中和 酸碱中和是一个放热反应 放热的结果会使温度上升 所以最后的温度会比25度C高 而它是放热反应 所以第17题问我们说 下列叙述哪一项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 T大于25度C放热反应